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夫人的身子却在不停微微颤抖 就像身处寒冬腊月一般 夫人名叫何小莲 是镇东透和老汉家的独女 她母亲去世的早 自幼和父亲相依为命 长大后经媒朔之言 父亲之命嫁给了镇上的张屠夫为妻 刚成亲那会儿 张屠夫对她还算不错 只是日子一长 张屠夫暴虐无偿的本性便暴露无疑 每次醉酒后都要把她揍得遍体鳞伤 在奈奈会儿的女性地位低下 即便遭受如此不堪的对待 何小莲也只能忍气吞声 案子垂类 绝不可能像现在这样 提出离婚就可以分道扬镳 各走各路 在当时 女性最大耻辱就是被丈夫修掉 但惨遭虐待的何小莲 却无时无刻不在心里默默祈祷 希望张屠夫能够大发慈悲将她修掉 对于何小莲来说 比起所谓的颜面 她更想快点从这场不幸的婚姻中解脱出来 心里虽然这样想 但她却不能表露出来 只能被动地等待 然而虐妻成性的张屠夫 却一点要修妻的念头都没有 何小莲就像打顺手的沙包一般 她怎肯轻易放过 好在何小莲还有娘家 每次挨打后 她便跑回去和父亲诉苦 只是那张屠夫往往都会在次日酒醒后 追到丈人家里 又是痛哭流涕 又是垂胸顿足 归在地上不住忏悔 祈求妻子的原谅 而迂腐的何老汉 则担心女儿被修掉 会让自己颜面无存 每每都会借坡下驴劝道 哎呀 闺女啊 夫妻之间打打骂骂失常有的事 正所谓床头打架床尾和 夫妻哪有隔夜仇呀 何况咱姑爷都亲自登门谢罪了 你还有什么想不开的呢 听爹爹的话 快跟姑爷回去吧 以后好生过日子 就这样 每次被打后何小莲就跑到娘家 然后每次又都无可奈何的被张屠夫接回去 只可惜狗改不了吃食 猫儿改不了偷心 张屠夫这天收摊的早 待到几杯黄汤下肚 又无缘无故的把妻子暴揍一顿 这回打得惨了 何小莲的双甲肿起老高 就跟被大马蜂蜇折了似的 嘴巴也被打歪 鼻子更是血流不止 何小莲彻底绝望 随便收拾几件衣服便摔满而出 路上她怕站在门口那凉的乡邻们 看到她的窘态 这才低着头掩面挤走 想到自己所嫁飞人 她整个人是如坠冰枯 颤抖不止 回到家里 这回何小莲态度很是坚决 指着已经面目全非的脸庞 对父亲说道 爹 你看看她把我打成什么样了 你年事已高不能为我做主 女儿不怨你 只是希望你这次不要再劝我 女儿现在是吃了秤坨铁了心 绝不会回去过那生不如死的日子了 看到闺女的惨状 任她和老汉在铁石心肠 也忍不住哀叹一声 无力的点了点头 可是出人意料的是 张屠夫次日并没有像往常一样 去让人家给妻子道歉 之后接连十多天也都没有露面 这倒是让父女俩有些奇怪 何小莲盼着她的修书 实在按捺不住 于是便偷偷摸回去 想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到家才发现 张屠夫竟然趁她不在 把两个青楼女子带到家里把酒言欢 潇洒快活 看来是有了新欢 这才会把发亲旺的一干二净 看到这幅龌龊的光景 何小莲却不怒反省 她没有惊动醉生梦死的三人 反而悄悄带上门 捏手捏脚地退了出去 回娘家的路上 何小莲天真的以为 这回丈夫总该将她修掉了吧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她满怀期待地等了一个多月 怎料张屠夫既不露面 修书也没有踪影 莫非是成天忙着寻欢作乐 把自己给彻底忘了 何小莲不由暗自嘀咕起来 何转念又想 这修书写不写无所谓 自己就在娘家安心住下 坚决不回去就是了 如此又过了几天 父女俩就面临着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家里没米没钱了 何老汉不无沮丧地说道 虽说姑爷脾气是不太好 何老汉我现在干不动了 以前全挡着他送些米粮来度日 现在你们闹掰 姑爷也不来了 家里五米下锅 这可如何是好啊 何小莲略一沉吟 说道 爹爹不用担心 女儿往后寻些 喜涮逢补的活计来做 想必也能维持生计 何老汉不是可否地说道 话是这么说 可眼下就等米下锅 别说活计不好找 就算你找到 也不可能立马就有钱买米做饭啊 闺女儿 要不你还是回去给姑爷赔个不是 不然 这日子没法过了 听父亲这么说 何小莲心里很不是滋味 不过她坚决不会回到张屠夫身边的 但是为人子女 也不能让老父亲饿肚子啊 思来想去 她想到邻居徐秀才 她家条件很不错 如今看来只能厚着脸皮 先去找她借点米粮度日 待日后找到活干 赚到银子再还人家 却说这徐秀才本名徐云霄 与何小莲年岁相当 只是不知何故 到现在都还未曾婚去 说起来 俩人小时候还经常一起玩耍 算是多多少少有些交情 何小莲打定主意 于是就揣了个布袋 出门来到徐家 正巧徐秀才在 还是她给何小莲开的门 虽说有些不好意思 可以想到老父亲正恶的鸡肠碌碌 何小莲也顾不得自己的颜面了 只得厚着脸皮说明来意 徐秀才听后不假思索地答应了 让她稍等片刻随后转回屋里 不多时便提来一袋白米 一块腌肉 一股脑全塞到何小莲手里 还诚恳地说道 咱们两家这么多年的邻居 平日抬头不见低头见 互相帮助是应该的 况且我家也不缺吃的 这些你先拿去 没了还来找我 只是以后去后门吧 免得被人看到说三道四 说完又往何小莲手里 塞了几个铜板 感动了何小莲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只是一个进而的道谢 原来这群秀才 早就听说过何小莲婚姻不幸 她对这个小时候的玩伴 是同情不已 只是那会儿旁人 是不能插手别人的家事的 所以她虽然想为何小莲做点什么 只是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 如今见她连饭都吃不上了 自然不会袖手旁观 打那以后 何小莲果真循了些针线活来做 只是赚到的钱不过是杯水车薪 远不够妇女俩吃穿用度 她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的找到徐秀才 从她哪里得些米粮艰难度日 只是一来二去 日子久了 俩人看对方的眼神都有些异样了 这天何小莲接过徐秀才递过来的米和肉 不由动情地说道 云霄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我 我该怎么报答你呀 徐秀才一争 随即笑道 我不是说过了吗 邻里之间互相帮助是应该的 你不必放在心上 快回去吧 何老伯还等着你做饭呢 何小莲没有动 低着头小声说道 我爹走亲戚去了 不在家里 云霄 我心里真的好苦 你能陪陪我吗 人非草木 熟能无情 对这个小时候的玩伴 徐秀才从最初的同情 渐渐变成了恋爱 当天晚上 二人在何小莲的屋里 做出了出格的事 之后便时常相会 只是由于迟迟等不到张屠夫的修书 俩人不敢光明正大的往来 但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只终究包不住火 时间一长 何老汉就察觉到一些端倪 这天夜里 就在徐秀才钻进何小莲的屋子 准备温存一番的时候 担心二人私会的事 早晚会传扬出去惹来非议 何老汉便故意敲响墙壁 问道 闺女啊 我刚才好像听到有什么动静 家里是不是遭贼了 郑宇宽衣解带的二人 背下的面如土色 何小莲更怕被老父亲捉奸在床不好收场 只得催促徐秀才快快离去 躲在暗处的何老汉 亲眼目睹徐秀才从自家院墙翻了出去 不由自言自语道 莫怪老汉棒打鸳鸯 只是我闺女她还没有拿到张屠夫的修书 再怎么说都是有福之父 你们这样 万一被人知道了可如何了得呀 一夜无话 何老汉一觉睡到日上三干 往常这会儿女儿早就做好饭菜来叫她了 可今儿个却一点动静都没有 莫非女儿晓得自己昨晚是故意的 所以才和自己置气 何老汉不由叹了口气 按道 闺女啊 爹这也为你好 虽说张屠夫不是个东西 可咱也不能胡来 让人抓住把柄不是 心里一边寻思 一边颤颤巍巍的来到厨房 生活做好饭菜摆上桌 这才慢悠悠的去叫女儿起床吃饭 谁知门竟然是虚掩着的 轻轻一推就开了 顿时一股浓烈的血腥味扑面而来 何老汉探头往里一看 顿时犹如五雷轰顶 险些晕厥过去 连忙跌跌撞撞跑出家门大喊大叫起来 四林被惊动很快找来帝宝 见出了命案 帝宝也不敢怠慢 赶忙上报到衙门 直线向方武文报 立即带着骨快和武座赶到县城 经过一番仔细查验 武座上前禀报道 禀大人 根据死者倒在床上的姿势 可以推断他是坐在床檐被凶手正面刺死 而伤口集中在右凶且刀刀致命 由此可见凶手力道很大 还是个惯常用刀的人 想知见点了点头 又见捕快也上前禀报道 大人 属下见门窗完好 并无撬动的痕迹 屋里也没有翻动的迹象 属下还在桌上发现了这个 请大人过目 捕快说完 呈上一把纸扇 想知见接在手里 心下沉吟 种种迹象表明 凶手并非为财而来 此案多半是仇杀或者情杀 而且凶手于死者极可能是属人 打开折扇一看 只见扇面上提着一首词 乃是北宋词人秦少游的名作 却乔仙先云弄巧 向知见不由默念道 先云弄巧 非兴传恨 银汉条条暗度 金风与路易相逢 便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 家妻如梦 人故雀桥归路 两情若是九长时 又岂在朝朝暮暮 两情若是九长时 又岂在朝朝暮暮 向知见重复着最后一句 暗存道 莫非是情杀 死者乃是女流之辈 这柄纸扇想必并非他的东西 而这首词写得行云流水 飘逸洒脱 可见只比知人手下功夫不俗 定是个有些才华的读书人 可是这纸扇为何会出现在此 难道是凶手不慎遗失的 念及此处 知见辩问还在浑身打战何老汉道 这把扇子是不是你女儿的 何老汉摇头 你女儿可是文断字 何老汉依旧摇头 哦 如此看来 这纸扇很可能是凶手 不小心掉落在此呀 你女儿可认识什么读书人吗 我言何老汉瞪大眼睛 喃喃自语说道 读书人 是了 是了 肯定是这样的 说着扑通一声贵倒在地安好道 大人哪 肯定是徐云霄这天杀的害了我闺女 大人要为草民做主啊 徐云霄是何人 你为何会认为他是凶手 事到如今 何老汉也顾不得 什么家丑不能外扬了 当即把女儿如何婚姻不幸 如何在娘家常住等事 详详细细说了一遍 最后又说道 因为前些日子草民见女儿 与徐云霄来往甚密 担心他们做出伤风败俗的事来 所以就处处留心 昨天晚上听到女儿屋里有人说话 草民就故意询问家里是否进了盗贼 这才把这个登徒子惊走 草民是亲眼看着他翻墙离去的 可是今早我女儿就死了 肯定是他被吓跑后心有不甘 怀恨在心 这才去而复返把我闺女给害了呀 请今天大老爷为我可怜的闺女做主啊 向之县立即命人去把徐云霄带来问话 拆一道徐家的时候 徐云霄显然已经得知何小莲的死去 正一个人躲在书房里默默掉眼泪 见了支县 徐秀才强打精神恭恭敬敬行礼道 学生徐云霄见过支县大人 不知大人叫学生来所为何事 向支县将纸扇打开 问道 这柄纸扇你可认得 徐云霄仔细看了看 不由皱眉说道 认得这是小人的东西 不知怎会在大人手里 你倒是承认得爽快 来呀 把他给我锁了 带回衙门详细审问 因为徐云霄与何小莲确实有私情 又亲口承认现场遗留的纸扇是他的 向支县便认定此案十之八九便是他所为 只是在公堂之上 徐秀才却抵死不认杀人之事 要知道那会儿可不像现如今 有那么多刑侦手段 遇到这种情况 衙门就只有一招严刑拷问 可怜徐云霄细皮嫩肉 哪里经得住大行伺候 没过一会儿就连连求饶 扔下这杀人之罪 之后变化呀 收入监牢等候发落 案子已经告破 可向支县却隐隐觉得哪里不对劲 之后几日一直反复推敲 越想越觉得此案疑点重重 其一 当时询问徐云霄凶器何在时 他直直无无根本答不上来 最后被问得急了才闪烁其词地说 是在自家厨房里随便拿的一把刀 可是五座查验 他家所有的刀和死者伤口都不吻合 当然 这也有可能是徐云霄 把真正的凶器给处理了 可他家里的人却又坚称所有的刀都在 并未有一失 其二 凶手正面刺死何小莲 按理说右手握刀 伤口应该集中在左胸 可事实确证好相反 这就说明凶手很可能是个左撇子 而徐云霄明显不是 其三 杀人动机太过牵强 那晚徐云霄被何老汉吓走 就算因此生恨也是恨和老汉啊 为何要迁怒于正和他打得火热的何小莲身上 这实在有些说不过去 至于本案的关键物证那柄纸扇 当初询问徐云霄是否认的时 他竟然毫不犹豫地承认了是他之物 并表现出十分吃惊的模样 若他果真是凶手 他应该抵死不认撇清关系才正常吧 毕竟扇子上又没有署名 种种迹象表明 这案子好像真的办错了 徐云霄多半是被人栽赃嫁祸的 而真凶极有可能就是那个陷害他的人 想到此 想知见不由想起一个人来 何小莲的丈夫张屠夫 四日一早 想知见带着几个得力的手下 来到张屠夫的猪肉摊前 见了知见一行人 张屠夫眼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 不过很快便恢复如常 满脸堆笑地坐一行礼道 不知大人大驾光临有何吩咐啊 想知见板着脸 历声问道 王屠夫 你妻子何小莲被人杀害 这事儿都过了快十天了 你这做丈夫的怎么完全不过问此事啊 张屠夫闻言故作惊讶道 什么 小莲他被人给害了 哎呀 我的天呀 大人呐 你要不和小的说起 我还真不知道这事儿啊 因为早些日子他和我大吵一架 之后我就回娘家去了 一直没有回来 小的要忙生意 也就还没得空去接他 他发生了什么事 小的是一点也不小的 知见点点头道 原来如此 张屠夫哀叹一声 接着又道 那凶手呢 已经抓住了 知线随口答道 多谢大老爷办案神速 这么快就替我可怜的妻子报仇血恨了 向知线笑了笑 没有搭话 目光在摊位上的猪肉上来回扫尸 最后盯着一块橙色不错的排骨道 这块看起来不错 你给我来两斤 我带回去炖骨头汤喝 好嘞 张屠夫动作麻利的砍好排骨 用盒叶包好恭恭敬敬的递过来 谄媚的说道 这是小的孝敬您的 可不敢收您的钱呢 想知线却没有接 而是对左右使了一个眼色 吩咐道 来呀 给我把这杀人凶手锁了 话音未落 众不快早已冲上前 不由分说便把还没反应过来的张屠夫 五花大绑起来 你们凭什么抓我 你们凭什么说我杀人 公堂之上 张屠夫不停大声叫嚷 向知线道 经文妻子死讯 你却表现的就像是听到一件无关紧要的事一样 既不吃惊 也不悲伤 这是其一 其二 根据何小莲身上伤口的位置推断 凶手是个左撇子 而且是惯常使刀之人 先前我让你砍排骨 众人亲眼目睹你用的就是左手 你也常年用刀 不是吗 张屠夫的额头渗出密密麻麻的汗珠 直至乌乌半上 突然脱口而出道 那 那兄按现场留下的纸扇做何解释 谁都知道 我从来不用那玩意儿的 向知线哈哈笑道 张屠夫 说漏嘴了吧 你竟然连自己妻子死了都不知情 又为何知道现场有把纸扇呢 可见你就是真正的凶手 而徐云霄则是被你诬陷的 眼见真相被揭穿 张屠夫无力地瘫倒在地 一五一十共出了实情 原来自从妻子回娘家后 张屠夫便把青楼女子带回家里寻欢作乐 只是过了一段日子 她开始觉得索然无味 心里又想起妻子来 倒不是想起她的好 只是别的女人既不能打 又不能骂 还得花钱哄着 不像妻子和小莲可以随意呼来喝去 兴起就给上几拳 于是这可恶的男人对着镜子变了一副嘴脸 打算去丈人家把妻子接走 谁知刚到丈人家附近 就撞见妻子绕过大门去了徐家后门 还和等在那里的徐云霄嘀嘀咕咕 不知说了什么 态度很是亲密 躲在隐蔽处看着这一幕 张屠夫的肺都快气炸了 当即便做出了一个可怕的决定 就在案发当晚 她先是潜入徐云霄家偷来折扇 又悄无声息地来到丈人家哄妻子打开房门 带她走回床边刚坐下时 张屠夫就抽出利刃扑了上去 待她招供完 直线不由一拍荆堂木怒喝道 好你个张屠夫 你这招一尸二鸟可真够歹毒呀 本官险些中了你的奸计 冤枉了好人 索性天网恢恢 疏而不漏 任你这恶贼诡计多端 最后也难逃法王 最后 向直线判处张屠夫死罪 将他关入大牢 只等秋后问斩 而徐云霄与有夫之妇私通 有伤风化 有辱斯吻 只见命人将他重责三十大板 打完再轰出衙门 到此 本案终于落下帷幕 只是何小莲的遭遇 实在是可悲 可叹 可怜 让人唏嘘不已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您的观看